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0601 再來的話如果我說我今天有一個資料 就是比如我找了一個 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因為政府的開放平台 這個是還蠻不錯的一個 資料來源 因為這裡面 當你關鍵字打那個開放資料 就會到這個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裡面的話其實它總共有多少資料 你可以點那個資料期 全部資料的話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光CSV 我把它拉到底下 它有按照類別 按照什麼中央機關 地方 甚至服務類型 那我直接拉到檔案格式這裡 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把它放到旁邊就不見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檔案類型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 政府開放的資料裡面 其實最多的還是以那個CSV為大宗 有沒有 CSV總共呢 4萬3000多多種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都可以拿來練習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你希望抓取那個 這個 CSV資料的話 那這邊一堆啦 OK 再來的話就是傑森 傑森的話有1萬4千多種 再來其次的話就是xml 所以其實目前看起來 如果你要 爬從 爬資料的格式的話 也許 試占率第一個 所以至少你CSV一定要會抓 第2的話就是傑森 第3就是xml 那還有第4啦 第4就網頁啦 網頁的話就是html 也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像這樣的網頁 你按滑鼠右鍵 這邊就有檢視原始碼 那原始碼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html 這個應該是javascript 在這裡 OK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html標籤 假如說你希望抓網頁裡面的某部分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抓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 那首先的話呢 針對那個CSV 所以如果 你們要練習的話 或許你可以從這個CSV裡面找 那我的習慣是排序 通常是找那個瀏覽次數 多的到少的 那表示說大家 比較 比較 常抓的資料類型 那其中的話你會發現 好像哪一個比較多 好像這個股票吧 應該這個 這個個股的收盤 價跟月平均價這個都有 然後還有什麼呢 放款啊 上市公司的資料 如果你要把它抓下來的話 這邊都有 那其中的話 裡面這邊蠻多可以拿來練習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抓的資料是跟 切到有關的話 比如說自然 那比如說我這邊有個練習的 你可以在這邊打那個什麼 住宅竊道 比如說你關鍵字 找那個住宅竊道 比如說我想知道一下 這個住宅竊道 這個資料 他出來結果 什麼感覺 不一樣 第四個 這邊就有一個叫台北市的住宅竊道 那如果說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個資料 把它抓下來 拿來使用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以前的做法是 你直接點一下 它會下載 有沒有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直接下載下來了 那下載下來的話 我把它打開 然後就處理 可是如果我今天有 我不想要 直接點 下載 開啟 因為這邊 人工的方式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不要人工的方式 我希望呢 直接透過他的這個 檢視資料 他提供給我一個 資料下載的網址 他跟你講說 我放在這個網址底下 如果你要抓的話 你可以呢 透過 程式的方式去抓 那你說什麼差別 那差很多啊 人工你每次點一下下載 那如果資料改變 你又點一下下載 每天都要點一下下載 每天都要點 那可是如果透過程式的話 不用 直接run之後 資料就下來了 當然後面的話 如果你要做資料分析 統計分析的話 那你可以自動怎麼樣 把它做 統計分析的結果 比如說 樞紐分析 類似 然後得到的結果 你最後可以畫圖 可以視覺化呈現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 以前可能要透過人工的方式 做很多動作 現在不用 全部一次就全部完成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們先找到這個位置 把它複製下來 第一個 那第二的話 請你們找到 那個0604 的這邊 我有個範本 你們可以找一下 第二頁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範本 叫做下載資料範本 那當然你第一個講說 那如果以後 我網路有資料 我要怎麼樣 把它下載下來 其實跟各位講 網路的 套件蠻多的 不過目前用的最普遍的 就是一個叫Request 的一個 這個模組 OK 所以喔 大家有沒有別的 絕對有 可是呢 目前這個用的最多 那其實這個模組 很重要一點 第一個 可能預設的 Python沒有裝 喔 所以有可能 你會出現說 No 什麼 No module name的Request 你可能要把它裝起來 如果沒有的話 OK 如果有就不用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利用Request裡面的一個最重要方法 叫Request.get get的話呢 就是呢 我可以怎麼樣 去把資料取得 所以後面記得喔 雙引號裡面喔 就是給他什麼 給他那個 檔案的網址 OK 把它放這裡 那接下來的話呢 底下還有一個叫encoding encoding就是什麼 就編碼方式 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給錯誤的編碼方式 他得到的結果 一定是亂碼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 他編碼方式是什麼 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 在那個 這個資料有沒有看到 編碼格式有沒有 如果你看到UT28 反正就一定UT28 如果你看到Big5或CP90的話 那記得喔 編碼方式一定要用CP90 如果你放錯的話 反正 不過也還好啦 反正你看到RUN嘛 你就換另外一個就好了 因為目前看起來 要不就是微軟陣營的 編碼 要不就是非微軟的陣營 那當然就二選一嘛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待會請各位 第一件事 先到06、01 裡面呢 找到這個範本 把它Ctrl C好了 OK 就這四行而已喔 OK 那我們主要把 網路上面的資料把它抓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就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開一個新的那個 文章 然後把剛剛的四行程式貼上 然後把它放大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GAT後面不是雙引號對不對 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 台北市的住宅 切到 有沒有 切到點位這個 裡面的那個 檢視資料這邊 有一個叫資料下載網址 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記得貼到哪裡呢 貼到雙引號裡面就OK 貼上 貼上的時候可能要檢查一下 頭尾不能有空白喔 有時候我記得好像之前有同學 貼的時候這邊好像多空白還是多什麼 你檢查一下頭尾 頭尾沒有的話 那表示應該OK了 好 所以呢 他會幫我把資料GAT下來之後 變成一個物件叫HTML 這個物件名稱可以自己取啦 不見一定要叫這個名稱 那透過這個HTML兩個屬性 一個屬性是encoding 去設定它的編碼方式 OK 第二個的話呢 透過另外一個屬性 叫.test .test的顧名思義碼 就裡面的資料 幫我print的出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先執行給各位看 我先不改編碼 因為編碼其實這邊是錯的 不過如果你不改的狀況下 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連線到那個server 並且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秀在這個控制台 OK嘛 沒有問題 但是呢 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除了英文跟數字以外 其他的字都是亂碼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在後面有一個 有沒有 註解啦 叫CP950 所以你把這個CP950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編碼方式對了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瞬間變正常 OK 所以啦 以後遇到這種狀況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二選一 就是兩個其中一個 所以如果這個不對 那另外一個 那可能會有別的啦 其他的話可能你們再查一下 像簡體中文 我不知道你們公司會用到那個 對岸的資料 如果會的話 那可能就改 如果不會 那就這兩個應該就夠用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資料給 下載下來了 但是呢 這裡面資料好像有多少筆 看起來好像 3000多筆的樣子 OK 3680 OK 那所以 我可能有第一個需求 我希望請你幫我把它存成CSV OK 第一個 資料下載了 但問題來了 我怎麼把它存成 CSV 可能我要存在根木底下 也許叫台北 北市好了 北市住宅切道好了 OK 點CSV 那怎麼把它存檔 存檔還記得吧 存檔那幾行有沒有 就是 如果我要存檔還記得吧 F 點什麼 點 F等於 等於open 先開一個 檔案給他嘛 然後呢 我先存在哪裡 我存在我的那個 根木 我的那個 根木底下 然後檔名也許叫什麼 叫 北市住宅 切道 這樣好了 然後 負檔名的話 就點CSV 然後後面的話就 豆點 豆點 然後 W 因為我要寫檔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 再用F物件 就是檔案物件 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write 這邊有個write writeS嘛 然後目前呢 這個S是什麼 其實S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嘛 就把這個 搬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呢 最後就F 點close 這個的話呢 不就存完了嗎 OK 看起來好像 蠻理想的 有沒有 其實就是把 這個 這些 看到的東西 幫我 放在 這個檔案裡面 看起來應該不難嘛 所以 你會發現存檔還蠻簡單的 只是呢 執行看看 看有沒有 應該沒有錯誤訊息 沒有沒有錯誤訊息 那表示應該成功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去哪邊找 我到那個 我 我是放在 C 疊底下的那個 Python 386 裡面 所以我找一下 C 疊 因為我的目錄 指定的目錄是這裡啦 你們如果在別的地方的話 應該你們自己找一下 你們自己那個 你們的那個 點Py檔之前存哪裡 就是在那邊就對了 OK喔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呢 C 疊底下的 Python 386 就會有我剛剛存的這個檔 有沒有 就是這裡啦 這個有沒有 就存到這裡 這麼簡單 對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不過呢 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打開來看看 你看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會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呢 它的換行 老師我明明看到 我輸出在控制台的時候 它明明是 一個換行 可是為什麼放到那個 就是 Excel的時候 它變成 多一個換行 到底哪邊 出了問題 OK 其實就是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呢 換行部分 如果是 一般的話 我們如果是 非微軟陣營是 反斜線N 反斜線N是換行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微軟陣營 所產生的檔案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下載 我拿剛剛下載的那個好了 按滑鼠右鍵 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看到裡面的一些 比較 那個什麼 就是換行的那個符號的話 我是比較推薦 你們用那個 EditWis 那個Nordepay++ 用這個東西 把它打開來 不然的話是看不到的 然後呢 按右鍵 對 EditWis 這個什麼 Nordepay++ 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邊更新不要了 OK 那 我的習慣是在那個 Nordepay++ 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特殊符號 特殊字元的地方 讓它顯示所有的字元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沒有顯示出來 你根本看不到 因為你目前看到 換行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看不到 後面有換行的符號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打開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在這個尾巴的地方 它就會出現換行符號了 而且這個換行符號的話 就要兩個 那其實啦 你可以看到 CR CR跟LF 其實呢 如果呢 假如在Python裡面 CR指的是反斜線R LF是反斜線N OK 有沒有特別注意 以後你只要看到 CR 在Python裡面 就是反斜線R 然後呢 LF就是反斜線N 這個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你說老師為什麼 明明你之前講的換行 就是反斜線N 就OK了嘛 那為什麼他這邊 會多一個 反斜線R出現呢 那主要是出在微軟 微軟上面 你不能說微軟 因為微軟 它的那個編輯器 它就不遵從這個規則 它就是有自己 另外一套規則 也就是說呢 它就習慣在前面再加一個 換行 它就加一個反斜線R 所以理論上 我在猜 這個應該是用微軟的編輯器 所 做出來的一個檔案 至於是哪一種編輯器不知道 可能是e-sale吧 OK e-sale存檔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可能是e-sale檔 它另存新檔 存成CSV的時候 它就會多一個反斜線R 而造成這個錯 反斜線R跟反斜線N 將來我存檔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當換行 所以會多兩個 那怎麼辦 所以如果假設 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要怎麼辦 如果我不要讓它換行多一個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 有個辦法 我就把反斜線R 反斜線R 反斜線N 把它換成反斜線N 不就好了 把這個取代成這個 這樣不就OK了嗎 就是不要讓它變成 有兩個換行的符號 這樣它就不會 誤以為說你是有兩個換行 OK 怎麼辦呢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把它取代 如果可以取代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 就是利用Spider 先Request OK 然後把它Get下來 記得 Encoding記得改成CP950 再來的話把它存檔 試試看好了 但是如果假設 有一種情況是 你看到那個什麼 錯誤訊息是什麼 No module name的 這個Request 那你記得 你要把它裝起來 裝還記得吧 就是我們可以在 這個Python386上面有沒有 然後 打一個cmd Enter一下 然後你就記得那個語法 還記得吧 如果不會的話 我記得雲端上面網友貼 這邊就有那個什麼 這裡 Python 有沒有 然後1-m 然後 Pip install Request Ctrl C好了 OK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如果我要 我要把它反安裝的話 那就 Uninstall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裝了 所以你要反安裝的話 un就可以了 un install un uninstall OK 比如說我把它先 先把它拿這個 我先把它uninstall uninstall uninstall 所以如果把它uninstall的話 他就幫我把這個 套件呢 從我的 要不要 要 OK YES 幫我從電腦移除掉了 我看一下 successful uninstall OK 所以我現在如果run的話 應該理論上應該會失敗 但為什麼還成功 可能要先把 這個關掉重開 好 所以我就不重開了 然後呢 如果要再把它裝起來的話 很簡單 就是記得這個 就是 Pip install 再把它裝起來 把它關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把它關掉重開好了 因為如果關掉重開 它那個 request它可能才抓不到 那再來就把它裝起來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看到 No module name 的那個 就是等於是 錯誤的話 那你就再把它裝起來 應該就OK了 喔 好 字幕好 很榨 對 我們對 , 過 , 感谢观看